大家好,我是第十号 今天我要念主故事是 披着羊皮的狼 有一只狼在羊群中等了好几天 因为牧羊人每天都看守着它的羊 狼一直没有办法抓羊 有一天狼在地上捡到 一件被丢掉的羊皮 他立刻把羊皮移到自己的身上 逃进羊群里 不但没有被牧羊人发现 还跟着羊群环境的羊狼中 狼很高兴地说 终于可以有一段美味的大餐 到了晚上 牧羊人觉得肚子饿 一套羊男来抓羊 结果这羊皮的狼被牧羊人 当做羊来吃的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十号小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